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形成了通州的绿色生态中枢 它将现代都市生活和绿色生态融为一体 重新产生了人们对城市生活的刻板印象 每年的3月12日 很多北京市民会拿着树苗 提着铁锹 水桶到这里义务植树 因为这一天是中国法庭的植树节 春回大地 这是中国人心怀绿化梦想 并辅助劳动的日子 经长顺 是张家湾镇的绿化养护管理员 城市绿星森林公园的大小树木 它都很熟悉 对今年才种下的幼苗小树 它护理得尤为小心 北京干燥少雨 小树不容易成火 冬季的小树抗冻能力很差 必须给小树披上防寒布 才能保证它们安全过冬 咱们有草绳子做防寒 还有防寒栈做防寒 今天 北京市已经建成数十个植树造林基地 312植树节 引领的绿化国土运动 2019年 中国森林覆盖率已达百分之二十二点九六